我跟溫局長絕對沒有接受到任何的壓力 或者是官收或者是長官的交代完全沒有 我跟溫局長願意把我們的手機交給他這個地檢署 讓他去做手機的檢測 如果查案者的必要要對我們策訪 我也願意 我想整個台北市的演講 如果地檢署認為有需要司法調查的時候 不管職位多高或者任何職位 我們都會全力的配合 我想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有關於16號警察 所發生的這個 有十米指示的這個通路派遵犯 那第一名之間 最後是我們同一一次 包括聽眾議員的訴訟 他是很重啟之前的討論 因為他聽到什麼話 馬上把回首的那個人 在派遵犯的一致 在派遵犯的一致 那我老實講 我個人 真的想把這個表演 提供給大家 但是因為 這個已經記住了 這個司法調查 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他們一起去調查 還不是有所謂 那這次的通路派遵犯大概九十六年 一分三十六年之間 我們使命同仁 很勇敢的 馬上啊 這個 排隊比較的 這個 運動 然後 在一分三十六年之間 把這些人 全部感到派遵犯 那可能大家 會心裡講 為什麼第一時間 沒有這種 消極犯規矩 跟他移動 老實講 我也會有這種疑問 那時候 處理階級最高的 是後座 說什麼 因為所長當領袖這樣 我也問他 他說 他就不要睡覺 當時聽到外面有草毛的聲音 他認為說 大概有時候 突然 他看見一個人在那邊吵架 過程前 馬上跟他死 其他三個同仁 也跟他一起 走區 一個圈子 放過 我想 這個 市民同仁 我們 在有待上 看到 真的是 覺得我們 滿經營的 很高 不過 因為外界 有所思議 所以我們還是把 這個 這個民眾 施法標準 對的把這個專案發表 我想很多媒體同學 都有去參加 每一位議員 都對這個案子 提出了詳細的資訊 我們一一的回答 包括 原來就派所所長 不所長 也都道場 好 然後針對問題 來 回覆 那 在這個專量會議會 之後 我們發現 有部分 還是有 犯脫分 這個一定有的 關說 一定有的施壓 要不然 這個所長 不會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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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大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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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絕對沒有這個事 但是 遙遠一直傳 所以 波及的 不是只有警察 還有一些民意在的 也受到波及 那我想 我身為 台北市警察局長 我對於 這個 維護我的功能的工作時期 我 我有這個責任 跟大家說一個說明 我 跟分局長 絕對沒有 接受到 任何的壓力 或者是關中 或者是 長官的交談 完全沒有 我跟大家報告 我 跟分局長 願意 把我們的手機 交給他 這個地檢訊 讓他去做手機的檢訊 如果說 查案者的需要 要對我們側訪 我也願意 那 希望 這個 大家 有什麼辦法 隨時 來提供第二面 警察 或者分局 如果你認為說 嘿 這個 希望提供給 一件事 那我們也歡迎 我們希望 不要再用 無殘留的方式 用 預測的方式 想說案情怎樣 該如何 事實上 就是這樣 已經對我們 還有後衛服的 造成很大的混争 所以 在這裡 特別 這個 請大家 來幫忙一下 那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 要招出手機的 事實 庫務長 不是說 重點 不是說 在策劃 重點 只有說 有沒有官說 有沒有外力介入 怎麼要講清楚 那事實上 今天在議會的工作報告 我已經講清楚 他不是懷疑我 或者是分局長 不是 但是 我想 整個 台北市的援警 如果 一件事 認為 有需要司法調查的時候 不管 職位多高 或者任何職位 我們都會 全力的配合 事實交易事實 真金不怕好亮 那不可能 那說 任務局跟國務局長 是這種報告的話 是不是會 他們的任務長 會說要上到區 還是會提招辦人 我想 這個 警察的工作 有些黑道他們抓過 所以 我們會認識 但是 不管怎樣 我剛剛講過了 這一道 認識 不會認識 但是 絕對不會掛過 或者有其他 不法利益 或者其他的 如果 如果這方面 是正經的話 我們一定會 哪有辦法 我不容許 同審 我這樣子 情事發生 如果 我們也是 那些訊息 就是 那些訊息 我們